表单第一个你可以建一个,也是要把这个清单 有些可以参考一下,由少到多,由多到少 这个我想应该不难,这个也是CB,这个也是B01 当表单启动的时候怎么样,就是一样嘛 这个User Form Activator,由少到多 就比划,由少到多,由多到少,对不对 Add Item,所以执行起来的话,这边就有一个下拉清单 你到由少到多,然后由多到少 当它按确定之后的话,要怎么判断呢? 那其实就传递一个参数给它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我们当Click的时候,做什么事呢? call一个,这个就是工作表按比划排序 如果你传给它1的话,就递增,就是由少到多的 如果传给它2的话,就是由多到少 那其实这个逻辑很好写啦 那当然你这个程式,你可以从我这边call 或自己重写都可以 那可以贴到哪个地方呢? 特别注意哦,我刚刚的程式是在这里 这个这一段程式嘛,你可以把它复制之后 那特别注意哦,你有几个地方可以放 第一个你可以放在什么?click的下面 也就是这个地方是放在表单里面 OK,放在这个表单里面的sub 那第二个可以放哪里呢?你可以放在模组里面 两个都可以放 那你会想说,老师那我放在表单里面 跟放在模组里面有什么差别呢? 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是放在表单里面的话 其他的工作表或者是模组本身是呼叫不到 这一个,就是你call的时候有没有 call不到,call不到它了 就变成说你是私用的 就是你自己表单里面可以用 别人不能用,但是如果你将来会给大家 这个方法,如果大家都会用到的话 那你就把它放在哪里?放在模组里面 并且在模组的前面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叫private跟public 那请你再加一个public 就是public指的就是什么?public指的就是共用的意思 共用给大家用 这个程序大家都可以呼叫的到 call的话就call的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权限的问题 要不要分享给别的工作表也好 或者是表单,或者是模组 所以很多同学,我前面是比较少解释 这个public 那不过我建议如果你不想记太多的话 你干脆让,如果你要统一管理 我比较建议你干脆全部都写到哪里? 模组里算了 因为如果你全部都写到模组里 以后就可以管理得到了 这个地方的话,这边都有 如果你在模组里面 想要知道说你现在里面有多少个方法 这边都看得到,有个清单嘛 比如像你一贴上,名称一样怎么办? 那你势必就是说要不就是把旧的删掉 这个把它删掉好了 OK,我们再删掉 那因为你如果一样的名称 但是传递的不一样,这样也不行 会变重复了,就会有错误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下拉清单看一下 有没有就是你刚刚做的 写的方法